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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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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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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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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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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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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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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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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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那個當下是很感動人的 對 所以主漢 有的 因為所有第一線的老師 我們其實在進到學校之前 都會修過一些心理學的概念 或者是輔導之上的一些基礎知識 所以每一個老師其實原則上都有 就是具備初級的助人工作的那個概念 那如果真的孩子或者是家長因為風災 他有一些說不出來的憂傷 或者是苦難 我們就會有更進階的就幫忙這樣 對 那 所以我們在學校的學校 我們在學校的學校 用更進階的學校 好 好 就是就我們心理專業來講 遇到意外事件 不管是風災 不管是任何的非預期式的災難 我們臨到那個當下 我們的情緒反應 我們會第一個是 我不敢相信 怎麼會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再來第二個階段是 為什麼是我 我會有滿腔的憤怒 但是在那個當下 我們在很多的時候 我們會心存盼望 可能還會有轉機 可能還會有改變 就像那個風災 臨到我們的家裡的時候 可能我的家具還沒有損壞吧 之類的 或者是可能我的高麗菜園 就躲過了那個泥漿 我們會心存期望 但第四步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家園 被損傷的時候 我們會有那種悲傷 好憂鬱 我們會吃不下 睡不著 捨不得 不過這四個反應 都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長期在知道意外事件的時候 這四個反應是正常的 但是剛剛老師有說到 那長期如果長達一個月 你有那種害怕 那個感覺好像一直挥之不去 你會害怕那天的事情再發生 那個驚嚇一直不間斷 然後甚至是你會害怕經過那個地方 甚至是你會害怕聽到雨聲 你會迴避 甚至你會覺得 怎麼晚上睡不著 然後就會一直神經過敏 然後動輒得救 然後到後來就會覺得 怎麼 好像那段時間 有一個畫面你記不得了 如果這樣的狀況 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可能就會建議 就是我們的族人 找自己適合的夥伴聊一聊 甚至是我們其實現在 都有心理資源 就可以去求助 原則上是以一個月為 就是怎麼講 自我檢查的時間 一個月之後 怎麼好像一直在哭 一直睡不著 一直做噩夢 我就會建議我們的族人 去尋求專業的心理協助 這樣 對 剛才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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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說 好像沒什麼事 其實通常我們都很難去觀察 像這種情形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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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原住民的優點 然後因為我們 怎麼講 我們會覺得 我們靠自己就好了 對 而且 再大的災難 我們 這麼說好了 我們心裡面可能有一股 怎麼講非常強的能量 想要照顧好自己 也要照顧好家人 這個當然是好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當中 你可以找到一個夥伴 你願意跟他說的 OK 然後 或者是靠我們的信仰 從信仰當中得力 好 所以第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找到夥伴 對 那個夥伴可以協助你 多說一點 然後再來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的 那個念頭可以轉向 好 就是透過這個 不要讓自己孤單 然後運動也好 信仰也好 找到同伴 這個是一個比較能夠 怎麼講 我們族人比較 願意去改變自己的方法 的確真的要叫我們的族人 去看心理師 或者去掛號 很困難 那我現在手邊有一個 想要介紹的資源 叫做 心情溫度計APP 對 剛剛我說 一個月之內 我們可以檢核自己的 那個就是心情指數的波檔 這個APP可以做一個月的紀錄 你如果都比較好了 你當然就用你自己日常的生活 只下去了 可以怎麼樣 你會好一點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這樣 對 所以 所以 就是會產生一些 負面的情緒 尤其是這一次 所以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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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負面情緒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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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負面情緒 對 對我來說 或者是 我的受訓背景 其實 負面情緒 其實是相當正常的啦 就像我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不可能永遠都是春天 那 只要負面情緒可以 在你 這個狀況當中 它不要一直糾纏著你 你可以控制你的負面情緒 你偶爾讓它出來陪伴你一下 負面情緒在提醒著我們 可能下次再小心一點 或者是 我要改變我自己 所以那個 我們可能要跟我們的族人說 稍微傷心 一下下代表你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然後可能 去接納我們的情緒 本來它就是存在的 生氣 憤怒 憂傷 都是正常的 但不要讓它去控制你 還是我與它同在 這樣 Kiana 說 就你的經驗給你 說 但是 今天 今天 很快樂 沒有那麼不足夠 心理健康給你 也 說 馬路 沒有說 什麼 其實這二三十年 我們 就是 個人心理健康這件事情 在我們所有的教育體系 都不斷地被提倡 不分原鄉或者是都市 在教育體系而言 目前大家都非常清楚 它是一個正行的 個人照顧的議題 對原鄉而言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 多元文化這個部分 就是 在平地談的心理健康 跟在原鄉的學校 談的心理健康 會有相對性的不同 比如我們原住民族 讀的特性是什麼 那這個特性帶來的需要是什麼 只有這個地方的差異 我不會覺得它是困難 而是 進到我們原鄉 要講的心理議題 跟在都市是相對不同的 比如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 怎麼講文化 就會跟平地人 漢人是不太一樣的這樣 可以嗎 所以 是 我們是做任何人 有所好的 所以 其實我們也都很難去 觀察他們的狀況 这的确很重要 那我们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灾害我们是不可控的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考验我们 所以我们在日常 就要去建立我们的心理强度 心理韧性 那最近有研究 有学者提出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心理韧性 第一个说真的 就是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 从人际关系里面获得那个温暖 跟获得那个力量 再来第二个就是 现在非常就是怎么讲 心理学界一个 非常的就是显学 然后叫正向心理学 正念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体两面 我们在灾害来临之前 我们不断地去提升我们自己正向的意念 正向的那个想法 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主要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自我认同 自我认知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经过这样的考验当中 获得不同的意义感 所有的事情也许都有意义 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培养自己的心理强度 当灾害来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会因为灾害觉得自己很无助 对 对 所以你变成了 因为我们也都会很难捉摸这样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的工作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专业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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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会有一个教育 在学生中的论案 也会有一个教育 我们也会有一个教育 那就是他们的学习 我觉得在 就是 校长本身自己是智商心理事 我相信 这次的仁爱乡 我相信各个学校 他们也都有很专业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老师 或者是外界的资源来 这边特别要就是 也提醒就是 我们住人工作者 不管是校长 或者是老师 甚至是第一线在那个档下去救灾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其实后来我们会 我们的研究关注的点会放在 这些第一线救灾的人的身上 因为他们是真的看到 听到或者是救灾的 那个在后的心理重建 尤其是这些助人的 怎么讲 自我照顾更重要 因为只有把自己照顾好了 我们去照顾我们的学生 甚至是我们的族人才会一加一大于二 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个当下 我们都分开 然后就把自己的情绪 没有照顾好就去帮助别人 所以先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再去把自己的正向能量 然后再去照顾其他更需要照顾的人 这样 对啊 不会是吧 对啊 就是能够在他们当下 当下 那如果分它是需要的话 我们就试试地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 让他们不会值得很孤单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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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想要成就一个愿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也深受土石水淹的威胁 虽然迅速铲通道路 清掉淤泥 却不减家园重建的难度 南方圈村长夫人 看着深深为民众月夜奔波 总有些感触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这件事 可是我就觉得 唯有跟着他做 我才会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 对 然后我们也会减少一些冲突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用讲的 不一定是对他是最好的 可能自己下来做才知道说 其实有些方法不是用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心情上面 因为都已经 就已经是同一条船上了 所以心情上我们就是互相支持 那我们也知道说这次风灾 我们还没有人跟我们讲说 要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已经就是心就在 因为夫妻就要同心 那我尽可能就是做他 把他比如说像是 他会跟我说那我处理 病难处所的人 然后把他接听电话 把他写需要的一些事情 就是协助村伴对 那协助到后面当然也会 是时候退场就退场 对 因为他也有跟我说 说怕人家会觉得说 你村长夫人一直在干政 就是也会有这种声音 后面的话我就是一样 因为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 然后现在比较重要 就是修复的阶段 那其实他一样 就是继续在帮忙大家争取 只是说村伴他这边 村长的力量 其实还是需要中央的支持 比较重要 对 他人体的尽量体 对 就是希望中央那边 可以尽快把受灾户的 这些安置好 对 南方村村民吕秀珍的住处 在巴士与灾中严重受损 却依着信仰得力 乐观面对 就是当下发生的时候 就是祷告 然后祈求 就是家人平安 然后家里的那个 就是 就是已经遭遇了 就是让我的心沉淀下来 就是不要去 慌张 因为你再怎么慌张 你也没办法去救回来了 对 所以就是借助神的一些 神的一些心灵 对 我晚上都会看那个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习惯 就是会去看圣经 去找解答 然后我有一个习惯 我喜欢看那个 从安全 然后祂不是每天都有那个乙化吗 可是祂真的会引导你 祂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困难会过去 就是神给我们一些力量 对对对 所以这心灵很不尽 对 有没有就是 你去化是对你最有益的 祂的有一个就是说 当有困难一直在 就是一直在打压你的时候 其实神是在帮助你 就是经历这种痛苦 让你勇敢的站起来 我有看到那句吗 就是会让我很心 你就说 祂让我受到这次的困难 可是祂也是在让我成长 对 成长跟成长 暴雨难灾期间 部落传出不少善心一举 怪手司机张志勇 垂野挖土改水道的故事 曾登上版面 他与妾子同为 真耶稣教会信徒 但庄太太坦言 担忧先生的身体状况 和土石流风险 成全主救灾 我跟他讲说 你要看一下立场嘛 我说你看这个水那么紧 你还叫解呼去 我真的不愿意 我那时候就会就讲说 你要考虑到 你看看几栋房子 几个人的家 这个样子的话 你倒不如说解呼自己会小心 我相信姐夫对这个 因为他从以前就是在做这个救灾工作 他知道该做不该做 先去哪 再讲这样子 我看到那时候 在乎一直在哭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软了 我心里很软说 也对啦 今天我们信教 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嘛 我自己讲说 自己信教看到这种情景 当然是又是自己亲戚 又是朋友 又是自己的兄弟在那边做 我们这个时候不帮忙一点的话 我自己心里过意不去这样 后来当下他在做的时候 在那边做 我们几个节目 我们那个教会的几个弟兄 也都没有睡 也都在那边看 因为那个东西 那个土石流一直下来 那个下来很急 信仰非常重要 你看到信徒的家在那边 很纠结的时候 那种心境 你真的是 你会觉得说 真的应该要去 南投春阳部落 史诺英讲老教会 石赛德克族群区会的 第一间教会 在当地传播福音超过70年 而这片土地的历史轨迹 承受数次天灾意外的袭击 教会长老潘杰回想着洪患或强症 造成的伤害 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遇到了卡鲁风灾 以及过去也面临 就是说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灾害 在你的印象里面 有什么样的画面 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这一次的卡鲁台风 应该有史以来在仁爱乡 特别在赛德克族的部落 很大的一个严重的伤害 如果比较起来在百年大政九二一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居家 受到很大的灾害 那当下因为我也是受灾户 那我家就在路旁边 就所谓的整个冲阳部落 有两个大排水锅 我家刚好就是在那旁边 那那个画面给我感觉上 真的这个在环境上的一个伤害 或生态的不一样 也让我们冲阳部落 或其他赛德克的部落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做重建家园 跟那个土地恢复的重建当中 所以那个画面给我感觉起来 真的是在这方面 如果说及时的能够让我们得到帮助 是有限的 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信仰 从信仰里面再振作起来 就靠着信仰的力量来度过 这么样一个一段的期间 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到教会 那我知道教会的功能非常大 那教会有哪些的 就是协助我们的主人 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是 教会 在台湾的教会 在原乡地区736个部落都有教会 那特别在赛德克的这个教会 蛮有历史 70多年的历史 那我们历经了九二一地震 或其他灾祸重建 我们也学习很多一些的 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工作 所以呢在这方面 除了救灾的物资之外 其实我们很注重心灵重建这个区块 所以你看我们的教会 礼拜天都会有很多部落的居民 都会来上教会 即便是天主教 章儿教会 或正义术教会 我们都有一个信仰的力量 在我们的部落 这次风雨接力 擎扰人爱缘乡 但部落相处 外界慷慨伸出援手的情景 令人感动 这份感动无形中 柔软了彼此的心灵 也促成一场 不分基督教派 发起所望祷告会 地点就在浊水西源头 谈解长老说明其中意义 这个8月4号 以至于到9月3号的海魁 这两坡 那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的族人 大家都有一个感动跟领受 那这次在9月16号 要在这个浊水西的源头 在那边一起祷告 那这个祷告的意义就是说 因为这次整个赛德克部落 有五个部落 这个被清洗的蛮严重 那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说 因为这个 为什么会在浊水西的源头 浊水西这条有186.6公里 这条西赛德克来讲 它是鲁鲁鸥 生命之河 那这条西呢 在台湾的土地地理上 它占了这个近十分之一的土地 那也孕育了很多 在400多年 在18世纪的时候 这个土地在台湾 在中部这个地方 也带来很多一些 我们台湾的百姓 这个整个的生活经济各方面 从农业到工业的不一样 但是这一次的基督徒 他们说看见说要守望 要为赛德克的部落祷告 也要为台湾的整个 无论是所谓的经济危机 还有一些这个政治情势 天灾地变的地震 豪雨等等 就是有一群祷告的人 会在台湾最高的地方 3275公尺的地方 那水源头是在3200公尺的地方 我们会在那边一起守望祷告 这个是我们最近 部分彼此在台湾各地连接起来 部分宗教 宗派会一群人 十年长老教会 对部落事务及文化 也相当关心 主要业地震之后 牧师为习亲看见部落的需要 陆续成立学童科府班 老人文件站等 关怀对象不再限于信徒 而教会入口处 有一篇画墙 牧师介绍起他的由来 以及信仰职与生活的关系 有一个东海大学的教授 他就来建议说 我可以带我的学生吗 说我们来画画 他就讲 那这样好了 把我们的赛德克的文化 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自己赛德克的生活习惯 把它用一幅画 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他就想想 就是那个 他想到说 Sakura Sinuin 所以他就先弄一个樱花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我们那个妇女 然后向他们要礼宪 所以把一些我们的地修神奈娥里 Temminun的Temikang 那边是 Galwan Shishabai 所以把这个表现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让人家知道说 原来我们这个部落是赛德克主 过去就是为什么很容易接受信仰 那些时候从我们 如果是在读圣经 它很多的一些规定 跟我们过去的一些传统 所以过去就是只有什么 你感到无毒的路 你知道吗 你感到有一个无毒的观念 所以信仰带进来的时候 那个没有多久 他们能够马上接受 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教会 所以我会跟着 那个家里就已经不能了 就盖教会 就是先盖毛草 过去是 我跟着没有什么教会嘛 都是在外面 就慢慢就有一个 就有盖那个教会的影响 所以让他们有一个什么 曼尼康的山大里还有一个中心 魏牧师在神明教会奉献二十多年 当信徒或部落遭受苦难 他都乐于给予关心和帮助 而面对每一次的灾害与崇敬过程 教会无疑是部落的精神中心 我们在学生中学生ニ证明 你怎麼會跟我們一起去? 好 我們很難交代一下 其實第一個時間就是 他們現在是面對什麼樣的困難 今天是少許老人 少許孫子等人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就是為他來禱告 然後看那個狀況 然後我們應該要去說什麼 基本上 基本上從我們的信仰的一個教導 如果他是一個 那是新家的 那是新家的 人家跟家裡有多巴士 他會接受 那如果還沒有 可能跟宗教沒有什麼接觸 但是我們還是用很簡單的 那就是鼓勵他們 所以這個教會 習得多就是能夠在他們當下 當下 哪個部分他是習得多 我們就適時成為他們的一個幫助 讓他們不會解答 對 對 所以 教會的系統 他是如何去協助 就是 我們在台灣 帶給你 我們在台灣 我們在台灣 基本上 我們自己的教會就會有一些 我們的幹部 那我們的幹部就會有一個開會 那我們的幹部就會有一個開會 西大多歐 是要金錢還是物資的部分 那這個當下西大多歐如果是說受災的範圍大 不是極限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區會就會有一個 整個教會的牧師 我們就會成立一個 例是像 震災中心或是救難中心 然後我們就設立其他地方 我們就會分配工作 那這個主要是什麼 主要就是說能夠 讓外面也知道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 比如說像這一次的巴士水災 對 今天我們就會發布一些消息 那我們的想法 今天 會跟他們講 他們 從他們可以幫助的那個能力來講 就會一直在關心 所以這個是整個 那教會的部分也是這樣 所以會跟外面的教會連結 怕 有關政府的部分是因為 我們會盡量去配合 因為我們比如說部落 部落需要人力的動員 那我們會鼓勵弟兄姊妹 如果是誰打壓的聖阿當人物 至少就是說 進教會當盡的責任 我們也是部落的人 都是這樣 那跟政府的部分 當然他們 除了他們的行政系統 那也需要教會來協助宣打 我們沒有問題 就是會提供那個時間 就是邀請他們或是來做 看需要教會 我們就會去幫忙 對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這一次的那個 尤其是卡弩 颱風 我有看到一些就是青年 尤其是基督教的 好想看 fell, 我覺得在教會裡面 有一些青年的學生 결국他們也都發揮了 他們的一些力量 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当我们剩下的一场 就是我们的主流 因为我们的主流 所以我们只是决定 刚刚你有再提到 就是说 我们已经决定了 因为了阶风 是 所以我们也要抵上 我们不是决定了 我们还不得 它们放在你看 但我们知道 我们就带来 我們會做一些調查 部分就是從教會的一些角度 當然行政的部分還是行政 就是配合 有時候是行政的部分 就是配合 有時候是行政的部分 它有很多限制 比如像我們種植的一些地木 那個種類 比如說它是農地 這個部分 我們會從這個部分 比如說它在政府這個部分 如果是它不符合那個條件 我們就想辦法 所以其實這個是 也是多少給他們一個安慰 不管多少 那這一次的年輕人 剛開始他們要成立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是我們教會的青年 我們怎麼樣去組織我們的組織 所以來問一下 我說要這樣建立你們的結構 真的是很感動 我們那個青年 因為都不是教會的人 但是教會的青年能夠去配合他們 所以我有幾次去看他們那個物資站 所以也是很感動 哇那個不簡單那麼的動員力 對啊 所以在全國都知道說賽德克 賽德克族的青年會 這個青年會不是教會的主持 他們是有教會的青年 然後有一些一般社會的青年 只有他們很感動 他們很會是 然後他們會不會有教會的 我們就不會有教會的 然後我們可以有教會的 等一下才會不會有教會的 我們很會有教會的 所以我會有教會的 那刚好我不在 但是他们这个是有一个关心 也是基督徒 但不是我们所谓这个长老中的 所以他们这一些的基督徒有一群人 希望是能够到走水系的地方来做一个祷告 带来祝福 是的 因为我们不在这里的地方是在这里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地方是有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地方是在这里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地方是有一个案例 基本上来讲到我们的好处的案例 那是什么工资 本很满 本满所种植的东西 本来是采收 八月 八月是他们的采收期 那要准备采收期的都没有路 你都都里有 我相信这个是他们一年所投资的 因为我跟阿伦都有 他们还是有 心理上难免就是有一些难过 因为我们在一起 如果我们在一起 我们要不太低 所以我们得不得 我们以为人不得 满愿 好 但是 我们不得闭着 这是一个信仰 我们的信仰 大家都非常地重视 因为是信仰 因为在信仰里 遇到的災害被人 大家都會藉助於 就是教會的力量支持他們 所以其實 爸爸是不單 所以我們宿舍寶 有很多在講台 講台也是針對 這樣的一個情形 從信仰的角度 就是去鼓勵他們 那 希望 從這個信仰的一個支柱 就是力量能夠幫助他們 重新站起來 是這個 所以 我們在馬路上 我們在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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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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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那個力量 就是更 就是教會的部分 第一個 就是要 其實要鼓勵弟兄姊妹 要關心自己 所處的那個環境 那認識你的環境 其實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對我們的環境的重視 比如說 在 在部落旁邊 適不適合要繼續 就是浪肯 這個是一個 那是從信仰的一個教導 那一方面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努力我們教會 我們去會 會不斷的做一個訓練 那訓練就是 類似像就 就在大隊 每一個教會大概有兩三個人 然後 跟14間教會成為一個大隊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 以後 如果再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就先自己來 主動先治理 所以 這個部分 但是要經過訓練 那我們大概 在明年 開始就會不斷的訓練 那一方面就是 也要透過這樣的訓練 把一些資訊告訴我們的 我們的教會 那教會也會把這樣的一個 資訊會告訴我們的部落 那以後 其實我們過去的傳統 那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把這個觀念 重新把它再建立起來 先自己自立自強 然後 因為有時候外面的救難是會 因為道路 中斷 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如果我們教會 有這樣的訓練 能夠來影響 不過 比如說這一次 他們說沒有水 要等框間水 沒有路 跟西方的過去是 他們自己會去接 水也是很重要 所以 過去我們都會這樣 那現在可能慢慢慢慢 已經淡了這個部落的一個 那個自主的這個意思 所以 希望透過訓練 再來就是 正確的訓練 能夠轉發 我想這樣的話 教會也成為部落的幫助 你看 所以能夠幫助我們的主人 所以 教會的那個扮演的角色 真的非常的重要 是 要用來露營的 就要用來露營的 你才能靠著 你也會露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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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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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集森林的資源利用 和傳統無關嗎 真的不是說 我們要不要觸法 有沒有試著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 有一天